寫得很仔细 不一定的 这个是Xport的位置 我看上网买很多 寫得很仔细 寫了衬什么 几个月 什么木桶 如果是新学的 是的 嗨 嗨 很想着你 很久没见了 很久没回公司 我只是听到他家的小雀声 听了很多个月 不是很多个月 是很多个礼拜 是的 差不多都是几个礼拜的事 今天终于回来了 非常好 因为坦白说 之前虽然大家习惯在网上谈 但是交流差很远 始终有少少延迟 还有那些讯号 始终有几秒 这样就训练的人会放慢脚步 虽然都没可以脱到口罩 但都在办公室可以谈 有很多人不要害怕 我知道有些网民很喜欢看 Rebekah自己在家 一起做Facebook Live 因为你可以看到你的样子 有时候我听到你家的小雀声 等等 有好有不好 但是我们接近就好一点 今天我们开始说多一点西班牙酒 因为上个星期 但是我们就介绍了西班牙白酒 比较少喝 其实西班牙是一个很值得大家认识的地方 还有一个问题 没讲之前想先问一下 因为我看过书 那些人就说西班牙以前的酒 就是中这个量就不中质的 大量给自己的国民喝 所以质素比较差 但是因为新世界地方兴起 竞争大 法国不同 我可以卖贵一些 卖好一些 西班牙才发觉不行 要做好一些质素 才令酒好一些 这个说法是对不对的呢 这个说法 其实我是有某些地方我是同意的 但是也不会全部同意 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实你如果看回全世界 阳酒最多的国家 它是排第三的 第一同意 永远都是意大利和法国之针的 你说是否法国全部做出的酒 和意大利做出的酒 全部都是用来优质的享用 比较叫高品质的 老实说也不是的 他们也有很多的量产型的酒 譬如意大利也是 因为如果你看回意大利的地理 法国就比较要看是哪个区域 但意大利整个这么多地方 都是有做酒的 它二十个 就是我们可以用省 或者是圆或者棍来形容的话 其实它二十个区都是有酿酒的 而西班牙就再热一点点 就是如果你看回地理环境 这个西班牙去到中部这些环境 它们的葡萄基本上 那个成熟程度是非常理想的 等于好像澳洲某些地方 或者美国很多地方 所以其实它做的酒 基本上是已经不需要太担忧 成熟的问题 它做量产也都我觉得是没有口废的 但是你说是否真的这么多的地方 它们都是做出来的那些酒 是量产型比较质素一般般呢 我又不太同意 因为其实西班牙很多的酒 都是做得很出色的 它们的质素 亦都可以去到 价格亦都可以去到很贵的 亦都自古以来 它们有很多的国王 都是会饮某一些地方 就是它们某些区份做出来的酒 都是挺贵的 所以不可以说一粥都打完一船无人 亦都不是一个区 就等于全部的区域 以前在西班牙 主要都是在整个西班牙的中部 就是做得比较多量产的酒 质素真的比较参差一点 但是近年其实亦都多了很多的 例如是一些有心的年轻一辈的 一些洋酒师或酒庄 它们做得质素比较好一点 所以现在确实是越来越多有趣的酒 我会这样形容 西班牙我真的觉得 要大家花多些时间应该去形式 还有那些价钱都合理 相对你说法国 意大利 合理很多价钱 其实我刚刚开始学酒的时候 那时候就经常会去很多不同的 就是葡萄酒那些 有些喝酒的活动 我很记得当时我学习的时候 我老公又对酒有兴趣 我买了一些票 说要入场去试酒 当时我还没在行内 我就会问我老公有没有兴趣 当时我弟弟都是经常见过 在那边温书 当时他还在我家里住 他又说不如我去试一下 然后我们三个人一起去试的时候 我刚刚开始学酒 比我最大感觉就是 一试到去西班牙酒的当摊 就不去了 没什么人 就觉得很划算 因为那时候很有趣 因为我们去这些活动 除了我们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之外 其实有很多酒庄的代表 他们都希望找到一个出口 就是说可不可以帮到我们入香港 你们会否有兴趣去买 全部你知不知道那些价钱是什么 一欧两欧 那真的很便宜 是真的 说的是十松这些年前 也不用那么便宜 但现在其实都是这样的价钱 当然这个就是 什么都未计算 税 或者很多的所谓 运输等等的价钱 但其实那个成本是非常便宜 因为他们做酒的成本 真的不是很贵 当然间间装有些不同 但那时就觉得 哇 难怪那时开始说没有税 即香港2008年开始说 没有了葡萄酒税 难怪每个都说会入酒 那时有很多的酒店 都真的入了很多很多 西班牙的不同产区的酒 而那个质素是很好 不过可能因为那些名字比较复杂 或者你看到现在这些字 很难读 是的 也都不是很明白 而且那个推广不是很足够 所以那时就觉得 哇 真是很划算 我也觉得西班牙 如果西班牙政府 如果领事在香港听着 他们在尤其香港 那个推广是真的没有其他地方做得那么好 即使新世界 都做得比他们好 所以这个要检讨一下 我们做一些很基本的介绍之后 我们今天特别讲这一区 但你看到这些字 你都觉得很难读 怎么读呢 这个就是西班牙公认四大比较出名的酒区 你要解释一下 这个字特别小了 我们今天讲这里 是 因为这一行如果大一点 就会跌下去了 所以不是因为不重视它 是因为想给大家看清晰一点 我读书的时候 怎么记这四个地方是比较出名的呢 我就是用这个PRPR的 就是西班牙的PR做得不够好 所以要讲多些 PRPR 因为这四个区 你看到就是两个R 两个P 所以很容易记的 西班牙四个重要产区就是PRPR 香港人最熟悉的一定是Rioha 你基本上看到大部分产区 都是西班牙就是Rioha 我们今天讲这个 很难读的 慢慢读 我的读法是 Ribella Do Durel 通常我见人只想读Durel 这个字而已 Ribella一会儿你教大家 你的行为怎么读 这个就是Pirat 或者Pirat 有些人讨论 Pirat 这个就是Panadase Panadase 是Cava出版很多 我们有机会才逐趋说 今早就是讲这个 怎么读 我再读一次 我觉得Ken的温书法真的挺好的 就是PRPR这个 我自己读 因为我习惯是用视角去记住地方 我会记住这个地方这样的字 大概的形状 这个就是Rioha 因为很多人都会 当它英文那样 Rioja 但当然不对 因为西班牙文就是J 你当好像H Rioha 我未学过西班牙文 所以如果有西班牙文流利的朋友 如果有一些建议 欢迎大家讨论 而这个就是Ribera del Duero Ribera del Duero Duero 其实是一条河 等一下我们可以再简单再讲 这个就是Pirat Pirat 其实我也经常会在文章 或者是在《女王最美丽》的环子里面有介绍 亦都是它买的酒 亦都是很多人都知道价钱是不便宜的 因为它做酒的成本很高 接着就是Panades Panades 真的有很多的气泡酒 或者是白酒 都是做得非常出色 但亦都是有很多不错的红酒 那我们有机会 遲些再讲不同的区 所以今天我们主力是讲这一区 不好意思 我教你再读一次 Ribera del Duero 因为我说不出口 是很慢的读法 为什么我说这么难呢 我想想看不定西班牙人自己说 或者其他外国人说 读这个字快了 Ribera del Duero 是真的这样读的 但我看见是否通常外面 你讲喝酒 有没有Dureo 这个区域就可以了 不是我们全部读的 整个字读的 就是要读Dureo del Duero 是的 Ribera del Duero 是的 就是会读得很快 这个午餐时间大家练好一点 喝多两口就会很流利 这个我们就再讲 因为大家如果有少少认识西班牙酒 其实它主要的葡萄就是Tambranello 就是它的主要葡萄 但是为什么有这个古古怪怪的名字呢 其实因为在这个地方 Dureo这个地方 其实就会叫这个名字 但是它和Tambranello 其实很相似 但名字就会不同 所以大家看酒瓶的时候 就可能会见到这个字 是 没错 确实这个我想在读葡萄酒的牢槽上 比较大的挑战 但是它们有很多的名字 去到某些区域 也有另外一个名字 就是它明明是梁淑义 突然间又叫Rebecca 又叫Katse 那你不是一样做字仁叫Kent 是的 就是做个比喻 但是很难 它不像 完全是两个字 下面这个也是你买西班牙酒 经常会见到的字 我们有机会详细解释一下 譬如这个Hofen Ho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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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fen的意思就是 其实它最多都是陈一至两年 而且不摆木桶 所以你看到Hofen 这个字就是 你快点喝掉它 就不要摆太久 因为它本身都是硬的 Hofen Hofen的意思都是有年轻一点的意思 是的 Kentra 就是说它会陈年两年 Reserva 就是陈年三年 Grand Reserva 就是陈年五年 另外还有规定摆木桶 这就是简单的分法 简单 这是最小的要求 Hofen的药物都是一年左右 其实这些 我想如果不是 真的想着是温书的话 可能都未必会背入路 但是你走时会见到 譬如我们今天 阿小编 我们今天买的这一支 你看到一个区名 就是这里 Durero 第二次 Ribera Durero 就是这些区 你看到上面 写着 reserva 證明它陈年最少三年 或以上 这个就是红葡萄的要求 因为白桶图 或者做粉红酒的要求 会有些不同 其实确实 令到很多 温书的同学 学员 初学者 有些头昏老丈 所以 我想 为何要知道 先解释 譬如说 这些东西我不背 但其实你知了 你就会知道 为何酒的风格 会是这样 为何Durero 又会强些 没错 颜色浅了 譬如像 Gran Reserva 他就是要在木桶里面 在出售之前 最少要五年 但其实有很多酒庄 首先要选择一个好 出色的年份 才可以去做 因为如果那一年的年份 不够出色 不够好的话 那些葡萄的质素 是不够理想的 也未必可以支撑到 这么久的陈年 而在西班牙人来说 他们觉得 可以承受得到 光阴洗礼的酒 就是为之好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譬如他说 这个就是五年的最少 但很多的酒庄 都可能是 曾至少十年 十二年才推出 到你推出的时候 譬如像现在这样 才算 我们现在是2022 即是说 买2012的酒 是的 或者是2010 你会觉得 为何现在才出 这么久之前的酒 还有你买一瓶酒回去 你说这个是酒商 卖给我的 你给得起钱 因为Gran Reserver 也一定有成本 价钱也一定比较贵 然后你买回去 为何我倒出来 那酒的颜色这么浅 你就会觉得 是否有些问题 其实闻下去 好像一个旧的味道 你会觉得很奇怪 当你了解了 不是这个就是 它那个分级制 一定要放在木桶 和瓶里面 趁有一段时间 才可以推出 那你会明白 原来这酒原来是这样的风味 所以是有用的 是的 我们就集中说一下 Rabella del Dereo 这个地方 很多时候 会比较 用Rioha去比较 的两个地方 刚才Rabella说过 其实这个地方 本身是一条河 所以地理环境有些不同 一般的说法 都是说 这里的日夜温差 比较大 如果跟Rioha比较 他说 其实虽然有些人不同 但有些人会形容 是更加男性化一点 这些酒更加浓 更加强一点 是否这样简单分得到 是否这样简单分得到 大旧一点 就是实正一点 你知道 现在这个世代 又要分男女 很小心 我说得 是的 因为它那个气候的关系 风土的关系 和葡萄品种的关系 因为在Rabella del Dereo 主要是以Tempranillo 即是这一个葡萄品种 来做一个葡萄品种的酒 而在Rioha 它是可以混合其他葡萄品种 那个比例可能也是比较大一点 变成了 它和葡萄的浓郁度 也是比较厉害一点 出来的酒的颜色 会深色很多之余 喝下去也比较硬 那个结构是实正一点 也都那个陈年的时间 可能甚至是需时更长的 所以都要看你自己喜欢的风格 还有它用的那些木桶等等 让酒这些 我个人来说 我很喜欢喝Rabella del Dereo的酒 也都很喜欢喝一些 Reserver 或者Grand Reserver 以上的那些 但当然价钱也有回到上下 但货物真的很贵 譬如Easy Reserver 是八零元 真的不是一些贵酒 是的 其实有很多很好的选择 我相信 譬如我们现在说的这一区 Rabella del Dereo 有很多人 你知道 香港市场很流行 你买最出名的酒 我吧 其实在西班牙 譬如很多人认识法国的酒 就是Lavit 就算他们不是很研究 他都说 我有钱我买得起的 就是买Lavit 而如果是在西班牙 跟Lavit是同级的 他在哪间 就是Vegas Cecilia Vegas Cecilia Vegas Cecilia 位处的地方 就是Rabella del Dereo 所以如果你说 你以后想买一瓶酒 就算不是给自己 买给老闆 或者买给一个 你觉得很重要的人 你想买一瓶好的酒 给人 你又给得起钱 其实Vegas Cecilia 就是来自这个区域 可以有个G字 也好 这一瓶酒 我开了 Cafar有喝过 因为这里出Cafar 西班牙的香菌 也有喝过 这一区有喝过 Rioha 这个我之前都没有试过喝的 我开始以为香港难找 原来很容易找的 很多超市都可以买 你上网去一些 购物平台都可以买 都是容易找的区 原来 你给钱我 我都可以的 不难 通常大家买Dereo 这个地方 通常我们期望到 什么的红酒出来 因为这里主要出红酒 是 没错 当然就像我刚才所说 就是你会找到一些 你见到的颜色是比较深 是 譬如现在这个年份是2016 但颜色还是很紫红 是 还是很年轻 因为一般如果红酒 陈年一个比较长些时间 就已经开始变成尊红色 而它的颜色还是保持到 一个非常鲜艳的组红 或者是我们叫红宝石的颜色 还有它的单亦颇多 是的 刚才我们已经在我们 因为时间关系 直播之前 我们各自 是的 三米之外 互相已经试了 它出来的味道 是挺澎湃的 我会用热情 还有它的酒精都颇高 还有它的丹宁结构 等等的感觉 是给你一个很紮实的口感 我没有记录它是14.5% 是的 比较宽高一点的 是的 所以你会感觉到它的酒 是比较硬正少少 也就是坊间整天都会用男性化 比较有肌肉线条 肌理是比较厚一点的感觉 是的 还有我觉得它的木桶的煙气味都挺出的 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枝枝也是这样 但它这一类酒 很多时候我看到它后面 是有英文和西班牙文写得很清楚 譬如它会跟你说 这个有24个月最少 它分别是在美国和法国的木桶里面用的 它告诉你 譬如趁什么吃最好 你喝的时候应该是多少度 自己都喝 挺清晰 挺方便的 它甚至告诉你 你会期望到一些什么的味道 譬如Cherry 好像你这样说 一些红宝石的色等等 我觉得这个如果初学 是非常好的资讯来的 是的 我相信它是这些酒 或者这家酒莊 它本身就是以出口市场为主 你知道 一向他们的背标的标签 可能都是会用西班牙文写的 而如果他们很有心机去解释 给你听有什么味道 用英文去解释的话 你都预认它 它是以出口市场为主 譬如如果你问我 喝Ribera de Vero 趁什么食物 我会用最标准的答案 红肉 红肉 就是牛 或者就算做鱼甲 或者鸭 我都会觉得很适合 当然要看你自己的口味 是的 我们今天主要介绍这个地方 我们接下来做一些西班牙系列 可以讲一下伊朗区 然后讲Rioha 大家认识多些 PR 这四个产区 当然西班牙还有其他的 因为很多 但如果我们可以透过Facebook Live 令大家对这四个区 生物营取图 都算功德无量 因为真的太多了 我也要平反一点 其实西班牙一些不同的区域 近年都开始主动了 做推广方面的主动性是强了 当然仍然有很多很好的进步空间 因为它始终有很多产区 亦都有些产区 一早已发展得很厉害 在出口市场 亦都有些产区 本身就是做内销市场为主 都够了 现在才开始 现在才可以转 那个方向 看回是哪个产区 当然我都期望可以在香港 见到更多有质素的西班牙酒 其实我们行内或是一些 喝酒内的朋友 就很喜欢有个匿名 就是西班牙酒是西酒 简单 就是将西班牙酒 就不要斑牙这两个字 这个是没有任何贬义 纯粹就是就这样叫 今晚我带一瓶西酒 就是给大家试 而且因为我们要玩蒙平的时候 是比较难的 因为它有机会有很多酒 可能性很大 譬如现在这个 估计它是Temperineo 机会率也不太难 但譬如去到一些 刚才我提过的中部 甚至是某些地区 它是会混合很多不同的葡萄品种 是有些 对于我们要做一些 蒙平的品事的时候 blind tasting的时候 那个挑战性是很大的 所以我自己本身都是很喜欢 去了解多些 关于西班牙酒的不同的风格 如果听众你自己喝的西班牙酒 觉得我们可以介绍可以说 欢迎留言给我们 我们下个星期就再决定选哪一区 我们最迟的 因为大家最熟 我们这两个p 是大家下个星期聊 下个星期再见 Cheers 又是大杯 哦呀 哈哈哈